有知名的连锁饮料店被加盟业者投诉 每个月都收权利金 连锦火成本比同业还高出一倍 爆发纠纷 拿着总公司进来的存证信函 毛小姐好无奈 因为明明是总公司违约在先 现在却反过来对加盟业者提告 让他难以接受 发存证信函 叫我们直接下去签本票50万 然后签任何的切结书 然后认错他才敢放过我 两年前毛小姐看中新款饮料商机 砸了将近200万元入主加盟 没有想到事后总公司开出了成本高的吓人 以西兰红茶来说市面上时机1500元 和总公司叫货却要两倍的价格 明明每个月已经付了高达1万元的权利金 公司的宣传单和包装还得另外收费 加盟业者根本吃不消 去年6月停止一夜 你总部今天你进来的总部 那你后台的不够稳 那你怎么去cover我们这些加盟组 我们加盟组但是为了要赚钱啊 顶让店面没有顶让招牌 根本还不算违约 总公司却立刻寄来存证信函 双方撕破脸 不同于一般连锁饮料店 改用宝特瓶包装吸引目光 知名连锁红茶店三年前创立在全台都有分店 打着私藏世界各地品种红茶商机不小 这一回却因为和加盟组合约纠纷 让商标蒙上阴影 公司新闻综合报导